新聞記者要來看是 今年都在過年一半就是九天 加雄大學院校在二月底才的緣書來開學 到此是全臺鬧雪荒 本加南會口在上禮拜五一度只存三天的庫存量 讓官會當時相當緊張 讓民眾閉起唱會來關注烈會 在加雲官會站每天都接受民眾官會 加雲說是每禮拜二到禮拜 都行動的官會請進主 希望民眾做回來享用 民眾熱情閉起唱會 民眾官會幫助求人 原本是民眾一家 但因為今年當天特別令 原本就影響民眾官會議員 加雄都在村子當十九天 台磚以後又到二月底才的開學 臺灣不足的進行之下 讓二月分會口春會龍立山下降 最近就是在上週 禮拜三過後的時候 嘉義和雲駕南的地區 整個地區有發生雪荒的現象 台南市跟嘉義市跟雲林縣市 這樣合起來總共只剩下 三天的捐血量 那大約在三千代 那原因呢可能是說天氣冷 然後還有加上說 因為過年期間過後 大家有一些事情還在忙 還有那一個就是暑假的時候 並沒有學校部隊的一些資源 天下星期會口口春龍一度這春三天 讓光會中心和平衣都非常緊張 雖然經過一禮拜的價值 在社團合照之下 每週民眾向應光會 讓春會龍回問 不過以外是沒有十九萬分設定的標準 光會中心讓民眾多多向應 光會一天救人一命 經過這兩天的呼籲的話 我們目前血量有稍微往上提升 大約在六天左右 但離我們的目標 維持七天還上有一點距離 那現在我們是希望說 民眾能夠自發性的在 非假日的時候能夠出來捐血 我們在嘉義地區 在嘉義市的博愛路 有我們的嘉義站 然後在嘉義公園的地方 有一個我們的嘉義公園點 那每週五另外在嘉義文化公園那邊 還有一個捐血地點 那希望民眾能夠在非假日的時候 儘量去這些地方捐血 維持我們的平衡